就是上个月有个小孩才来几天 那个妈妈就说我把她的孩子打伤了 叫我给她钱要去看医生 要不然他们就要检举我 她跟你要多少 六十万 我凑十五万给她 她还嫌不够 就叫那个黑道来这里闹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才会躲起来 希望他们可以赶快离开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这种事要跟我们说一声吧 对啊 电话就被她打坏了 你干吗 你现在都不为她解释了 你讲话有良心 你现在说我小 只是欠我钱 好了 可不可以小声一点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就去 等她爸爸来把她带回去 我就要搬家了 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 就 拜托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不用换我钱 你帮我过我小孩就好了 你现在是搬家破坏了 你小孩又敢让我盖了 那这样她欠我的钱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换 你又拿我小孩开玩笑 不是啊 那她就被敲诈嘛 你看不出来吗 你还有时间管人家 我就跟你说过 房子跟孩子 我只能选一个 我就是没有钱 没有办法 你懂不懂 阿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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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对 你帮我雇我儿子 我们之前就讲好了 我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你去找别人 你 你养手是不是破了 妈 你还来干嘛 赶快叫救护车 快点 关心 关心 我听你们讲话 没有什么好讲 你赶快去医院了 快点 不要 你帮我过我儿子 拜托 不你现在是动作生意 怎么做算的 讲够了没 关你什么事吗 OK 你养生了 你不能这样站起来 来 你帮我过我儿子 怕我不走 不要为难我 你 拜托 阿飞 小心 怎么了 拜托 帮我过我儿子 阿飞 你不要这样子 小心孩子 阿飞 救救你 小心一点 你帮我过我儿子 我拜托 你 我求求你 我妈去死了 你去医院吗 你给我去医院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回头